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范瑞杰理想事件 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来 来跟这位高人中的高人来聊天 这位呢 他自称是金融圈的打工仔 这个我看他的资历呢 应该不是打工仔 是顶级打工仔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跨国企业里面呢 在金融圈里面打滚非常多年 而且呢他现在呢 这个他的文笔非常好 其实我看他写的书之后 我觉得他是一个被金融圈耽误的小说家 那么欢迎James Wu James你好 主持人你好 很高兴能够上你的节目 小说家 小说家不敢讲 不敢讲 不敢讲 金融家 金融家过气了 过气的金融家 过气金融家 正在崛起的小说家 退休之后 无以为继 然后写点文章来 来维生 你如果在网络上搜寻 他写的这个书叫狐狸与狮子 你就知道这个书名写上去 也就是要告诉你说 在这个金融圈里面 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人才 各式各样的角色 角色 是不是 各式各样的动物 好 那么如果是 我们就跟金融圈 如果跟你们那个年代的人 打听James这个人 你是什么角色 有人说我是变色龙 OK 那我觉得变色龙 听起来好像不太好 好啊 你是唯一少数的人觉得变色龙 好啊 各位 在金融圈不当变色龙当什么 其实在什么行业都应该是变色龙 行业里对不对 当然你要应对环境的不同 而改变自己的颜色 自己的地位 自己的身份 好来 你进金融圈最早是什么工作 我最先开始的时候 是在一个美商大通银行 做什么 做什么 我是从实习生开始做起 哦 实习生 那时候就已经是小变色龙了 那个时候嘛 进去的时候 我跟你讲个小故事 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 interview 好冗长的过程 完了之后 那个分行总经理呢 最后见到我了 他说你怎么看我们银行啊 分行总经理要interview一个实习生 他们那时候倒是蛮重视台湾的人才培育 你一开始就进了外商银行 那是个老外 老外 他说你怎么看我们银行啊 所以他用英文讲 结果我就跟他讲说 这个问题听起来很愚蠢 You question is a stupid 我说这是 a very dumb question Dumb 他就有点仗着面红耳赤 我说我是来求职嘛 对嘛 你如果说要用我 我就告诉你 我爱死这个银行 对 如果我不能进这银行 我爱拜这银行 干你重要的嘛 不重要嘛 对 结果他说 那当然我们是会雇你啦 我只是想问你 但他就知道自己啊 第一个 老外高高在上 找了个台湾的实习生 他就没有用心说 好好的来做这一场面谈 好懂懂懂懂 他是致死样本问题 对 所以事后啊 人士跑来跟我讲说 哟 他说这个总经理说 你这小子蛮有胆势的 应该很快会升到副总 就是很有guts那种感觉 大概是吧 我想这就是回答你的问题说 在金融圈里面 我的经验就是跟老外弟友 要有本事 要有本事 要有 见识 要有一点点坏 要有一点点胆性 要耍一点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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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台湾人都太温良恭敬让 这是没有 这是东方人 日本人也是啊 对不对 比较 对 你知道吗 文化底蕴比较强嘛 就是我们的文化 东方文化 所以说你问我第一个工作 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就 就觉得说 我那时候就觉得不care 好来 那你退休的时候是什么工作 我最后是一份工作 就是朝九晚五上班的工作 是德意志银行 德意志银行的 总经理 德国银行 德国银行 算是欧洲最大的银行 算是世界前三大的银行 那你总共换了几家银行 我工作换了很多 我那时候我不晓得 这有人觉得 我这个做法是不正确的 但是我是每换一个工作呢 就要求加薪 啊很好很好 我是用跳工作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我告诉你 我们是同样的人 哦是吗 我们也是换广告公司就可以加薪 不是如此吗 对不对 对 为什么呢 这种就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 自己认为自己手里有两把刷子的人 就会透过换工作 来调高自己的所得 这是我的做法 对不对 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待久 没有用 你想要慢慢的 这个一步一脚印 然后获得长官 关爱的眼神 不必了 我不晓得 但是后来回头想想 有人干了一辈子 二三十年 拿到一笔很优渥的退休金 也不错了 也不错了 也不错吧 但是我是觉得个性有关 因为我是喜欢挑战新鲜的工作环境 OK明白 所以前后换了很多家银行 换了很多家银行 对不对 所以同业会认为你是一个 James 吴是一位 没有什么定性 然后随遇而安 追求利润 追求利润 到处乱跳 到处乱跳 目标导向 为了赚钱吗 为了赚钱 有人是这样看我 有人看你 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我们来访问这位 叫做没有定向 目标打向 对 要赚钱 然后呢 一直被在金融券里面 一直这样子 变色龙居然去写了 什么狐狸与狮子这种书 好奇怪 对很奇怪吧 对当然 他退休了 对不对 然后当然 这个跨国金融的这个行业里面 见过各式各样的人 我们今天就来在他这本叫做狐狸与狮子的书里面 我们挑了几个小故事来 好 来听听看 各位 我告诉你 你不一定看完整本书 但是我已经把你精挑戏选 好不好 书栽来 我们来看看人家怎么干日子 怎么做事情的 可以啊 我们休息一下 来进行第一个故事 欢迎你回答 范瑞杰一响世界 我们今天跟金融界 外商竞争 跨国金融界 从实习生一直做做做 做到了这个外商银行的总经理 横跨了几十年 35年 35年 好几家的公司在业界被称之为 居无定所 没有定性 可是追求目标 这个想赚钱 而且是帮人家赚钱 也帮自己赚钱 也帮自己赚钱 都有嘛 那你们赚钱的时候是 这个做了很多 这可以拿到优渥的年终奖金 对的 或者分红 是的 是不是这样子 那么James Wu 那么他呢 今天要来跟我讲几个故事 好听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就是他看 他曾经碰到 一个人看起来平淡无奇 但是后来发现 这个是一个神人 来 这个故事就是 在狐狸狮子里面的一篇叫做 触动那个敏感的神经 对 什么叫敏感的神经 是的 你说这个人看起来平庸无奇 这个故事的主角呢 是一个 是一个东方人 那他长得就是东方人的样子 真有其人 确有其人 这是真实的一个人物 不是虚构的 不是 不是 然后他也是长得很平庸 长得肥肥胖胖的 走路一摇一摆的 可是他有很好的学历 学历好 非常好 是一个博士 这个行业里面吃学历吗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在华尔街 基本上来讲学历非常重要 那么他们 而且华尔街只雇某几个学校的学生 就是说你一般的学校 他根本就觉得 我没有需要找这种人进来 OK 然后他们会找很多 就是数理方面的这种 物理的 数学的这些数量 因为要算 要算 要做层次 要做很多计量分析 OK 那这样才能在外汇交易 在很多交易上面 能够导出一些公司跟模组出来 能够知道市场的动向 那这种人是很吃香的 我们英文叫做quant quant 叫quantitative 就是计量 那就简称叫quant quant 这种人大概年薪 起跳都是百万 美金 是美金 然后这些人 就是他 他基本上就是 起跳 就起跳 还不包括bonus 不包括bonus 一开始就是一百 那但是 但是也是凤毛麟角 每年有这么多名校出来的博士 OK 也没有几个人能够 那也有很多读理科的这些人 他不屑于到金融界去干这种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恐怖平衡 恐怖平衡 我不屑于你为伍 有的人是讲 我做纯科学 做研究 做数理 我干嘛跑到金融界去捞钱 然后就会被人家看不起 那我们这种人呢 看这种人就觉得说 你有本事继续做你的学术研究 干嘛跑到华尔街来抢我们的饭碗 所以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生态 OK 所以你看到这个人就是这样 quant 对 他是一个quant 然后呢 在故事里面的内容 就是说 我们就看的是quant 基本上quant是一个数量的人 都觉得是一个数字的人 是一个很nerdy的人 是一个很疏从的人 他姓什么 他是哪里的人 他是一个东南亚的华侨 华侨 是一个东南亚的华侨 不能讲 不好讲 讲的人家会知道是谁 是哦 因为我跟他有很深厚的一个工作关系 OK 那这个人是非常厉害的 那就是说 在这故事里面 我想要表达的就是说 他是一个数量的人 他是一个华尔街的人 所以我们认为 你就是在象亚他里面 帮我们做出一些计量模组的分析 让我们来做交易 就没想到他后来派他 宅男 可以讲阿宅 阿宅嘛 是阿宅啦 就没想到他几年之后 在银行变成风云人物 还上了银行的年报的照片 很少有人能够 就是非董事的职贤 能够上到这个照片上面去 然后他就派到东京来 那是我在东京做事 所以一片白人当中出现黄色脸口 那一般来讲在白人的社会里面 都把黄人当成是一个计量分析 是一个埋头苦干 是一个做电脑的一个人 那你不会做业务的 就是你是藏在后面的人 你不是台前的这种争议的人 可是他后来就串出来 到了东京之后 我那时候看他还觉得说 你也在东京 对我那时候在东京 那负责的是日本的 日本银行日本央行的业务 那这时候这个人来的时候 那时候你几岁 我那时候37岁 正是 37岁 正是体力跟智慧什么 都非常不错的时候 那时候在日本上班 当然也是压力很大 因为一个台湾人在日本 这种工作环境 日本这种对亚洲人的亲事 然后变成一个台湾人在那里 做一个负责人的话 我有很多心酸的血泪死 写在这里面都有 狐狸与狮子 狐狐狸的眼泪 狮子的眼泪是不是更可爱 OK来 你碰到这个人 然后他来的自我起见 也不把他当回事 可是后来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后 我就发觉他很客气 我们第一次吃饭 吃早饭的时候 他就等在门口 然后自我介绍 他是你的上司 照理说他的知己比我高 他又从纽约到东京 算是总行到分行 所以他的位阶是比我高的 各位听到了没有 你的位阶比对方高 你约对方吃早餐 你还找到 你还找到 还站在餐厅门口 等一个比你位阶的人 低的人 对 这招 你一定 我就有点怕到了 我就觉得这个人好像很不一样 那么当然我们到了这个日本央行去之后 那日本人基本上 你知道斯明德讲过一句话 嗯 他说示弱是强者的美德 我觉得这句话蛮重要的 非常不错吧 非常自信 对啊 我就是要来接你怎么样 对不对 无损 无损 完全没有损到他的尊严 对不对 你喜欢高高站上 躲在一个东西后面 是 是不是 反而更让位阶低的人 对你很尊敬 很尊敬 OK 这招厉害 好来 走下来 吃早餐 对 吃早餐完了之后 他就自我介绍了 然后就 大概讲下来日本的目的啊 就是要去跟日本的央行 看看能不能做一点生意 因为日本的外汇很多嘛 嗯 那基本上 日本的外汇都是放在很 很传统的这些业务里面 没有做一些比较 呃 刺激一点的这种交易的活动 那全世界的银行 都对于日本的央行的 存底是垂岩三尺 都想要进去捞一点钱出来 帮他做一做 对 然后带他操作 收点手续费 对 之类的东西 那当然就是我就叙述 那这个就是quant 他又很会算 对 他本身已经是功力无穷的人 对 就我让听众可以了解说 他就想说 你看日本央行有这么多钱 那我用你 你委托我来把你的钱 是 我用我的计算公式 嗯 来帮你赚钱 意思是这样吗 没错 我用很浅诚的方法 哇 你马上就可以 变成一个金融家了 没有没有 来来来 于是这个人开始准备 要对这个日本央行的什么 总裁吗 总裁 下手 是 但是绝对不容易 对不对 下功夫 下功夫 好吧 绝对不容易 对不对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看看他最后 怎么完成这个任务的 厉害 神人 对不对 欢迎你回到范瑞杰一响世界 我们今天和 也是一位神人 好不好 我不敢 在国际金融界里面 你看三十多年 能够游走于这种不同银行 外商银行 刚都担任 这个算是这个顶头羊 领头羊的位置的人 他虽然来自于台湾东方人的环境 可是在西方人国际金融界里面就做的是非常厉害 刚刚我们讲到你的 看到另外一位 我们叫他王先生好了 随便来讲 王先生 王先生 好不好 这样子 那我们的这个James碰到王先生 王先生展露出我的位阶高 可是我找到跟你约早餐 李贤下士 李贤下士 厉害厉害厉害 然后接下来你要对日本央行总裁下手 动手 下功夫 下功夫好不好 我老师喜欢用这种比较 对江湖的语气 OK 他怎么做第一步 那当然这个日本央行的总裁 我们也看得到日本的这种官僚 就是死骨不化 不做不错 他已经干到央行的总裁 他什么事都不要做 对 日本的央行这么多钱 全世界的银行都来跪拜朝贡 对 他也不想多做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我们讲这个纽约来的神人呢 他在那边指手画脚讲了一堆 见了面了 对见了面了 然后这个讲了一堆这个计量经济的东西 那日本神人就觉得关我屁事 透过翻译讲 对透过翻译一来一往 那他反而就是 他讲的是英文 对 翻成日文 对 在听 对 日本一定是这样子的 一定是这样 管他会不会讲 因为这个里面来讲也是一个好处 就是我有透过翻译让我的这个主管 或日本的主要的官员有一个思考的空间 有一个缓冲的地带 OK 不要马上就是英文大家直来直往 懂 但是不表示他不会讲英文 不表示他听不懂英文 他英文其实蛮好的 他们实际上在日本央行也曾经派驻到欧洲 美国去过 明白 但是他就是要透过翻译 对 给自己留下一个空间 OK 然后他讲了一大堆什么计量 公事 做法 等等 然后这个反正就是 恭送如頤 最后请你出去了 也没有做任何的承诺 谢谢 还有礼貌 对 秘书 可以了 时间到了 到了 差不多 你就滚了吧 滚了 那我就跟这个 你干嘛 你陪在旁边吗 当然 我是东京的分行的负责人 整场过程你做了什么事 我这边书上讲的非常重要一点 在日本的这种正式的官司访问里面 除了主客跟主官对话之外 其他人都是保持揭末 轮不到你讲话 所以你就揭末就好了 对 就是在旁边看到 做个人场 做个人场 摆个杖 好了 走回去了 没了 这戏没了 对 那我心里就暗笑说 你有什么了不起 来到日本踢到铁板一块 你是真的有在暗笑吗 我那时候还真的觉得 你看吧 你再厉害 纽约那套跑到日本来 没什么搞头吗 OK 还是我这种人在日本 乖乖习习的 帮日本做点小买卖 OK 不要什么创新就很好 对对对 好 然后他做了什么事 然后他就突然问我说 哪里可以买CD 他要去 我想说 哎呦 日本的CD 美国贵这么多 是个笨蛋了 我就跟他讲 银座有家店 他去买了 就第二天呢 他就突然把一套摩迪 摩达车的摩迪 说送你听 送给你 我说干嘛 他说下礼拜二 在纽约 有一个这个首演 纽约 在纽约大都会 然后他查出来了 下个礼拜呢 这个日本的央行总裁 也要去纽约 开世界银行大会 所以 所以呢 他就买了两套CD 一套给我 一套就说呢 借由我的关系呢 要送进去给 这个日本央行总裁 他先给我之后 我就拿着人家手软嘛 对 我就不好意思说 不好去送你 他如果只买一份叫你去送 你可以不理他 对 他买一份给你 也叫你去送 他又是你的长官 你的职责所在 对 你怎么能不送 当然 各位听到没有 学到没有 高人是这样做的 他除了送 想办法把礼送进去之外 同时 他先把一份礼送给我 我拿了人家的礼之后 我当然是 那你怎么送 我后来就打电话给这个秘书 秘书 这里面有个秘书 这个秘书呢 是上次大学毕业 讲英文讲得很好 OK 我常常用英文跟他讲话 我说 哎呀我们去拜访之后 还有点资料再补充 过来 送给你 你再判断 要不要交给总裁 OK 他没有拒绝我们的理由 去到之后 扯了半天之后呢 这个纽约来的 你带了这个 你带了这个王先生 一起去见这个秘书 哎呀 然后呢 扯了半天之后 他就说哎呀 他说这个下个礼拜 总裁要去纽约 刚好有一个歌剧 我买了一套这个歌剧呢 就是这个指挥最新的版本 他在飞机上面可以听听 就只有这样 我借他听 我借给他听 我借给他听 借给他听 就到此为止 你送给他一个CD 加上一个CD的player 很重要 看到没有 要一个CDplayer 对不对 然后呢 我是借给他听 请秘书转交给他 这个前提是 为什么会去买CD 是这个总裁 他就知道 这个日本央行总裁 非常喜欢听歌剧 打听到你主要客户 喜欢的东西 喜欢的东西 是 对不对 多方打听 他蛮厉害的 对啊 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央行总裁 喜欢听歌剧 好像是众所周知 因为很多重要的场合 他都会出现 他都喜欢去 所以并不难知道 不难知道 OK 他不是一个什么秘密 但是把CD放进去 送到秘书手中 对 请秘书转给他 对 而且说是借给他的 借给他 不是送礼 对不对 然后呢 到了下个礼拜 他就邀我一起去纽约 我们就先到了机场 邀你一起去纽约 曾经飞到纽约去看一场音乐会 对 你们这些高层人士真的玩的游戏 这跟人家不断一样 是的 这就是格局 好好好 格局 哎 这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 好吧 知己知己 你是我夫姐了 好不好 好 来 话说 好不好 这两位呢 飞到了纽约 没有 还没那么快 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环节 是在东京机场的时候 我们早点到了 这位神人呢 一见步就跑到VIP呢 说等一下 这个何也 这个总裁要来 我们要陪他去纽约 OK 那现在呢 把他的机票呢 upgrade成头等舱 他不是坐头等舱去 我想日本的官方 可能做商务舱吧 就是能做商务舱 他的等 就是规定做商务舱 对对对 但是你 你那个神人 那个王先生 就把他给 upgrade成头等舱 就刷自己的卡 对 要刷自己的卡 刷了自己卡之后 然后跟柜台交代 就是说 等一下你给他的时候 就把他的 这个登记证 夹在护照里 也不要多讲 这是什么头等舱 还是商务舱 就给他就好 交代好 对 交代好 不要多讲 等到登机的时候呢 他就拉着我先进了 护等舱 我们也住在 你们当然要买 护等舱 对对 陪着他 然后你知道飞机一进去 右转商务舱 左转头等舱 怎么会让我左转呢 他就跑出来讲 这么长的一个旅行 总裁好 来来坐下来吧 跟我们一起坐吧 那总裁就心领神会 总裁就说 哎呀就是你送这个CD给我的 你看我带到包包里了 就很自然就坐进头等舱了 这就 就这个过门就过了 多自在 多自慕斯 然后到了纽约之后呢 这个神人同志 已经开始买了黄牛票 已经买了黄牛票 买了黄牛票 太热门了 然后就送到了 总裁的房间里面去了 这件事情 后来是怎么发展 来我们休息一下 是 太精彩了 送礼要送到新坎里 送礼要送到刀口上 刀口上 送到新坎里 是 你不要以为 随便带个礼物去 是怎么什么了 对不对 对 特别是对高阶的人来讲 你看看 你想想看 叫你准备一个礼物 给一个高 在日本央行的总裁 你会想什么呢 他竟然想到一个说 我没送你 我借你一个 是 对不对 没错 CD 格局的CD 是不是 然后他中间 帮他升等了 这个 头等舱 头等舱 默默不讲 对不对 到那边让人家看到 对方 对方也是僵尸老的 当然嘛 这些人真的也是太厉害了 见到播一讲说 会张扬 对不对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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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坐进去了 对 对不对 然后到了这个纽约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 我就跟这个王先生 先在包厢里等 快要开眼了还没出现 我就很紧张 你觉得 他不会来了 可是呢 其实当时把票送到他的房间的时候 就有交代 这个front desk 就是说 说飞机上碰到的这个 这个歌剧 同号 多一张票 送你去听 然后等到他后来 这个总裁真的出现了 出现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 这个纽约 这个 这个王先生呢 就轻轻地递过去 一个小盒子 小盒子里面装什么 就是看歌剧的望远镜 哎呀 就多体贴啊 多么细腻啊 所以我就这个里面 我们都 我们只会订去 递去一个 盐书机加针呢 哈哈哈哈 但是 我这个故事 爆米花加可乐 我这个故事里面 其实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意欲 就是呢 在里面 我前后都会讲到说 在日本呢 有送甜瓜 有送什么东西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客户 送客户的名单 在那列了一大堆 其实我在这里面 也是在反讽一件事情 我们的中秋 还有这个春节 我们也收到很多的礼物 是 然后这些都是送的人呢 在一个礼盒上面 金字礼上面 夹一张名片 当然 你也知道 他从来也不知道 送你什么东西 他的秘书跟总务 安排的事情 对嘛 这就是没有意义的 大量的这种资源 大量的预算消化 送到客户手里面 我收到这种礼物 也觉得他没有真的用心 送我什么东西 这个先生 吴先生 我们的经济 要考这个东西 蓬勃发展 如果什么事 都要自己挑 时间拖很长 送水果就送水果 对不对 中秋送月饼 过年送什么 动物节送粽子 不就是这档事吗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希望读者能够知道 当你在某个位阶的时候 你要送礼的时候 好好的送 好好的送 送到触动他的神经 送到心坎里 对不对 好然后他做下来 哎我跟你讲 这件事他读很大 你那个王先生 这个神人读很大 第一 他送他一个CD 他必须要去算 说他刚好去纽约 然后呢 他当然想去听 可是一个人如果 一个央行的总裁想去听 他搞不好已经自己订票了 有没有可能 有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对不对 有可能 他还得堵这件事 把票送到饭店 他可能被退回来说 啊 谢谢你 我已经有了 我自己已经买了 哎 可是我在这个故事里有很重要一点是包箱 对 没错 包箱 因为在歌剧院里面的包箱 往往二楼是最好的位置 当然了 所以他可能买的不是最好的位置 当然了 是 那这个都要堵嘛 都要堵啊 都要堵啊 然后还准备着这个东西给他 好了 那如果说不来就算了 不是 这场歌 你在书里面还有一个细节 我要跟大家讲 他们是不是在头等舱 从东京飞纽约 是不是好几个小时 是 通常我们是好不容易见到人 就巴拉巴拉在 那他呢 你看得很仔细 哎 看我一下 魔鬼藏在细节里 是的 他呢 这个神人呢 在整个过程当中 他不去拔的 他就不用去 不去吵他 不去吵他 我已经帮你深等了 我已经人情做到了 对 我还去吵他 不要去吵他 我告诉你 我的公式是长什么样了 我怎么样来跟你讲了 我拿出PPT来跟你讲了 不需要 不需要了 对不对 不需要 各位 这就是真正业务的高手 是 这要忍得住 要憋住 我们上次有个女的是 那个孔刘的 那个 什么 什么粉丝啊 她知道孔刘 要搭哪一天的班机啊 她也混到那个头等舱里面去啊 一进去就可能已经快封失控了 对不对 这要忍得住 对不对 得到反效果 对 所以要保持一个分寸 歌剧看完了 看完之后 第二天 也都没讲话 没有 那我当然就是旁边坐家具 不是我说他们两个都没在讲话 那你听歌剧就大家听了 听了 中间中场的时候呢 这个总裁就开始很热切讨论歌剧的东西了 这时候就纪律就拉近了嘛 中场的时候就可以聊天了 对聊天了 那讲的是歌剧也不再讲什么投资了 不再讲什么东西了 那歌剧好听吗 当然好听 摩扎特的摩迪嘛 那是一定好听 你有在听吗 有 我听得很高兴啊 哈哈哈哈 那这个听完以后就走了 走了 后来呢 就第二天呢 第二天 第二天的秘书就就写一个电子邮件来 总裁交代 你们这个计量分析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模组的很好 我们准备给委托给你们来带我们操作 第一单就下十亿美金 什么 多少 十亿美金 好那这声音就做成了嘛 请问十亿美金你们后来分到多少的用金 那个王先生给我讲一下吧 当然你不是基本上来讲 你讲一下嘛 你讲一下 大概2%嘛 2%啊 2%是两千万美金 是啊 一单就两千万美金 两千万美金的用金 就commission 就管理费 会多少人分 那大概就是几个人吧 他还有我几个人 大家就分一分吧 哎呦 我真的给你致敬一下 你是做家具的 在旁边不跟班的 是不是 然后在旁边 这个后面的问题是 开始帮他操作之后 每个礼拜 每个月要把操作报告 怎么做报告 还有些后续的 这个after sales service 那是你一定要做的 是啊 管你是家庭帮佣 还是总经理 都得干活 是的是的 对不对 你多渴望有这个干活的机会 那当然了 对嘛 所以不要讲这个 好 讲的是前面这个神人操作 是啊 那就说他在不找痕迹中间 就把礼送到了这个触动的神经 可以触动神经上面 这个故事就在叙述这个事情 这是令人佩服 各位看到没有 我们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 讲这么多细节 就在告诉你 我其实三句话就讲完了 我们看到一个日本总裁 那我们来一个国外来一个人 看起来这个东方脸孔 对不对 不怎么样 可是呢 他非常细腻 他知道这个总裁喜欢听歌剧 就想尽办法送了一个歌剧票给总裁 然后呢 在这个纽约招待他 看一场歌剧 明天声音就拿到了 这声音 这个故事怎么会好听 当然是他怎么用 运用你这个家具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对 是不是 怎么样 组合了所有的这个技巧 技巧 跟借力打力 你后来跟他熟了吗 很熟 这个人我很佩服 很佩服 很佩服 所以我后来一直有跟他保持联络 到今天还保持联络 到今天保持联络 他知道你写的 马上写的书里面吗 嗯 他可能不会看我的书吧 他不在台湾嘛 基本的 就是说 我以这本书向你致敬 哎 我觉得也不必了 也不必了 我的书是写给 不是写给这些人看 我是写给一般的大众看 好吧 算了 你送礼没送到那 好吧 你为你们两个人的友谊 跟战斗情感留下一个注解 革命 革命情感 对 他看了一定很感动 我可以告诉你 绝对 也不见的 也不见的 好 算了 没关系 仅供参考 我们休息一下 是 我们今天要谢谢James 那刚刚我们只讲了一个故事 其实他这本书叫做 狐狸与狮子 对 好 我想你是做业务的人的话 这本书里面有14个故事 嗯 刚刚讲是最不精彩的 最弱的 最简单的故事 最简单的 属于手段比较浅诚的 那是初阶的 初阶的而已 对 另外13个故事 很厉害了 那是进阶的更了不起 进阶的了不起了 我本来要讲个故事 今天没时间 好不好 这个James在一家 这个接了一个东京的生意 对不对 然后接着东京的职位 就来了一个中国大陆来的一个副手 嗯 一个女生 这女生呢 教了他一大 这个很重要的七字真言 小声讲话大声笑 好 什么叫小声讲话大声笑 这件非常厉害 是 书里面讲说 书里面讲啊 所以你不喜欢给人家去应酬 我想啊 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应酬 没有人喜欢 但是你做不做 你不做 非做 你不做 也不行 也不行 不是 你好像不太爱做 不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里面的场景是说 我们常在一些公开的酒会啦 或什么地方的时候 伸张手里 大家拿个酒杯在那里 王二马子 很多人都不喜欢 因为觉得没有什么好扯 老万很喜欢这一套 我也始终不懂为什么 我不懂 我真的不懂 他们喜欢喝酒 然后在那边 讲昨天的球赛啦 讲什么东西的 那我们东方人很难去融入这一边 而且根本就说言不及议 对 言不及议 那这个故事的场景是在上海 但是我跟你讲 你说东方人不喜欢啊 我个人认为一半一半 你一定会参加过什么 青商会啦 狮子会啦 符伦社啦 那是很重要 然后呢 大家聚在一起 菜还没有上两道 酒杯拿起来 就开始哎 他就不见了 每一个人去递名片啦 去讲这个啦 去攀关系啦 做什么 不是一模一样吗 那所以你的 你在那种会里面 你就叫做广播饭 我叫广播饭吗 他们这个里面的 我还传播妹 也可以啊 对不对 他们呢 就是说你做什么行业 只能有一个人 比如你是说电子 叫电子张 电子张 银行礼 你就是那个叫做金融舞 或者你是叫媒体饭 媒体饭 很多人就是 不喜欢这个东西 所以我这个故事里面 就是这个大陆 这个人就教我 他就说你要想办法 去小声跟人家讲话 听完之后 请问你 范先生你好 就不见了 这样讲话 然后你是说 这广播呀 别人一听 你这个姓范 跟这个姓武 好像很麻吉 很要好 别人就会觉得 你们很重 别人觉得厉害 对 特别是你跟大人物 跑到旁边 跟他低声讲句话 这样子是不是 你是连带连线 别人想 哇 你们这么熟 人家就不敢惹你了 小声讲话 大声 各位 各位 看到没有 这个 这个就属于叫做 花拳秀腿的功夫 可是 预含了 深切的意义 你不觉得 现在很多人 常常现在就是 比如说有人 跟马英九 拍了个照片之后 就说 我跟他多熟 现在最近不是好多 这种诈骗集团出现 其实也是某种程度的 小声讲话 大真笑 我来给你照一张相 他马上就说 我跟他很熟 这很容易的事 很可怕的事情 其实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用多了 你又不能拒绝 你又不能拒绝 你拒绝显得你小气 对不对 所以大家来讲说 你看 我还见过一个人 他手机里满满的 都是跟这些名人合照的 这人一看来 就是一个体面的骗子 还有分体面不体面 体面有有有有 有的人看起来 一脸就是个骗人的骗子 这长得就是一个 我也跟你讲 就外显的 他是一看就知道 体面的骗子 永远西装笔挺 笑脸迎人 笑脸迎人 然后温文如雅 油头粉面 没有到油头粉面 温文如雅 谈吐非常的得体 但是很喜欢秀 你看我跟谁谁拍照 然后来我们拍一张 见到面就要拍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声 小话大声笑 这个故事其实也在叙述一个场景 就是说是在很多时候 你要怎么样融入这个社 这个社会 融入这个圈圈 要打入这个圈圈里面 你必须要做一些牺牲 要做一些技巧这样的东西 也就是说你虽然人在江湖 江湖就有江湖的规矩 对不对 而且你在什么行业 你就该做什么事 对不对 我们今天谢谢James Wu 谢谢 对他在节目上节目的时候 他跟我讲话的时候 轻声细语 温温如雅 我说吴先生 你是上我的节目 要杀气腾腾 要杀气腾腾 你看他立刻 对不对 马上摇身一变 这30年的江湖 果然是江湖老的 所以就是狐狸与狮子 谢谢狐狸与狮子这本书 可以学会 教会你真的 这个我跟你讲 真的是 谢谢 省十年的功夫 而且里面的细致的 操作的方法 谢谢 值得大家收藏 好 我们谢谢James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